就在天星双圣夫妇在圣山洞窟中商量完毕时, 韩丽却在银沙岛的一座清静木屋中, 单手握着一名瘦弱少女的手腕, 用一缕灵力在对方体内行走不定地探测什么。 此女正是文思悦的爱女,一名叫田琴儿的少女。 她盘坐在屋中的一张木床上, 脸色微红,抬着半裸的手臂。 而韩丽坐在床边,脸上面无表情。 而在稍远些的地方,文思悦和那名儒雅男子束手而立, 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但望向少女的眼光却殷切之极, 至于那四名铸鸡妻的弟子一直守候在屋外, 以防止有外人打扰。 的确有些棘手,这毒似乎是活的, 在不停吞噬体内的灵力, 更在体内的经脉中到处流窜, 难怪你们夫妇拿此毒没有办法。 你们给她服下了不少丹药吧, 若非如此,她早就无法再支撑下去。 但这样做,也只是眼镇之口, 这毒吞噬的灵气越多, 自身就会越发壮大。 照此情形下去, 三个月内,若是不能解除此毒, 她生机必断。 韩丽终于松开了少女的手腕, 一听这话, 闻思岳夫妇二人脸色大变, 儒雅男子更是声音微颤。 韩前辈, 难道以你的神通, 也无法驱除此毒吗? 我只是说有些棘手, 什么时候说无法驱除了? 是晚辈冒昧了, 还望前辈还寒。 田兴男子这才想起, 眼前之人可是一位大修士, 岂是他随意可以说到的, 背后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韩丽没有再说什么, 扭头望了床上少女两眼, 眼中闪过一丝压缩, 此女从进屋之后就一直一言不发, 除了先前抓住手腕时 脸上有些红韵, 竟表现得镇定异常, 这可大义于普通人, 一般修士也无法做到这般末世生死。 更让韩丽感到有些意外的是, 她竟从这少女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奇妙感觉, 这种感觉有些熟悉, 又有些陌生, 若有若无, 似是而非的样子。 若不是她最近才进阶原因后期, 神念灵敏程度一下大增辈许, 恐怕还无法从少女身上感应到这种淡薄的感觉。 至于少女所中的奇妒, 对她来说倒是小事一桩。 韩丽心中奇怪, 望向少女不起眼的面容不禁陷入了沉思。 这一次, 文思月和田姓男子虽然心中觉得奇怪, 但互望了一眼之后, 再也不敢打扰韩丽。 忽然韩丽身形一阵, 似乎想起了什么, 竟用一种古怪的眼神, 再次打量了这位田秦儿来。 你懂不懂这法之道? 大初预料的是, 韩丽一出口, 问起了和解读 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 少女一听此话, 望着韩丽大眼闪过吃惊的表情, 而文思月夫妇则同样露出了震惊之色。 韩前辈, 你怎么知道小女懂得阵法之道的? 啊, 没什么, 新年有一位故人也精通阵法之道, 令女和她有几分相似, 随口一问罢了。 韩丽快速回复如常, 脑中却浮现出了一个曼妙的倩影, 正是当年她大道未成, 结交的那位叫心如阴的刚烈女子。 其实二者容貌截然不同, 但身上流露出的那种独特气质和她的感觉, 却诡异地惊人相似? 难道只是巧合? 但冥冥中的预感让韩丽隐隐觉得不仅如此。 她目光一闪, 突然一把将少女, 另一只手掌抓住, 略一翻转露出了其手心来, 只见一颗斗粒大小的红质赫然存在手心正中处, 如同鲜血一般烟红。 不可能! 韩丽一下失声大叫, 面色同时大变。 韩丽这一声可让文思月夫妇吓了一大跳, 尚未问明白究竟, 就见韩丽忽然一根手指灵光一闪, 冲少女手心处的红质轻轻一点, 顿时一小团轻光一闪, 没入手心中不见了踪影。 文思月二人一头雾水, 却不敢轻易地打断韩丽的施法, 不可思议地一幕出现了。 轻光消失后, 红质却变得更加烟红, 随即开始变形拉长, 竟渐渐化为一条血红色的龙纹, 在手心中浮现而出, 栩栩如生, 仿佛真的活过来一般。 果真如此。 韩前辈, 小女她…… 啊, 没什么, 我只是找到了另女, 体内毒性如此奇特的原因。 先前听你们说, 她是被一只不知名的毒虫所咬, 才变成了这般模样。 不错, 小女的确因此才会毒发的, 但是那种毒虫我们亲自试过了, 被她咬了之后, 虽然毒性有些难以驱除, 但绝对不像小女这般束手无策的。 确实自然, 那毒性只是造成令女现在症状的一个诱因而已, 真正造成她性命垂危的, 却是她的龙阴之体。 一名女修生有男儿才有的特殊体质, 再加上毒虫剧毒, 多半也是治阳之物, 才造成如今的症状。 就算没有毒发之事, 令女体内的生机也会渐渐枯竭, 绝技活不够四十岁。 龙阴之体? 不可能! 小女出生是我夫妇可是亲自检测过的, 并未发现异常。 恋爱的龙阴之体非常少见, 只是一种隐性体质, 不被外力诱发或者后期自行开始发作, 一般人的确无法察觉。 拥有此体质的人虽然修炼够快, 但随着修为的加快, 体内的阴阳之气会渐渐失调, 最终在住击之前就会一命呜呼。 这么说, 小女她就算去除干净此都, 也无法再继续修炼下去了。 文思月惊慌了起来, 田姓男子脸色也变得异常难看。 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我先替她清除一下独性, 你二人先离开屋子一会儿, 等我叫你们再进来。 是。 文思月夫妇自然不敢有什么意义, 只能退了出去。 少女见此脸上首次露出了一丝不安, 但是韩丽未回头, 就袍袖一幅, 青色光芒闪动。 这位田齐二当即眼前一花, 顿时人事不知, 栽倒在床上。 韩丽这才回过身来, 再次嬉戏打量这少女, 似乎想从女子身上看出些什么。 同样的气息, 同样的女身, 却具有龙吟之体, 还懂得阵法之道。 真真只是巧合吗? 还是世间真有轮回之说, 灵魅不失的气息? 韩丽轻叹了一口气, 随即她双手一合再一分, 手指间木然多出了 十几根纤细如丝的细针。 荧光闪闪, 韩丽一挥手扑扑几声传出, 这些银针即是而出, 全都准确无比地扎进了少女身体各处, 一闪即逝后, 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 随即韩丽双手掐绝, 食指诡异弹跳不已, 一道道颜色各异的法觉从指尖处射出, 瞬间化为一张五色光网, 将少女笼罩在旗下。 木屋外是一个三合院士的小院, 闻思月和那名田姓修士站在院中, 但目光不时朝着紧闭的木门望去, 不时闪过忧心之所。 看来二人对唯一的爱女真是疼爱之至。 那四名铸鸡器的弟子更是大气都不敢喘, 后在那里。 屋中鸦雀无声, 始终寂静异常, 这让儒雅男子面上焦虑之色见浓, 不过虽然如此, 他却也不敢和闻思月传音什么, 因为他很清楚, 一名原音后期修士神念到底有多么强大。 传音之术绝瞒不过屋内的韩力, 万一哪一句话触怒了对方, 那可真是后悔不及的事情。 就在这位田姓修士神色阴晴不定, 心骄如焚的时候, 突然耳中传来韩力淡淡的声音。 好了,可以进来了。 一听此声, 儒雅青年如逢大赦, 急忙大步朝屋内走去, 同时还朝文思月那边瞅了一眼。 美貌少傅也是一脸欣喜之色, 看来同样也收到了传音之声, 当即不再犹豫, 推开了屋门走了进去。 韩力仍坐在椅子上, 低手看着手中多出一拳头大的青燕, 里面包裹着几缕黑丝扭曲不定, 仿佛生有灵性一般, 而少女则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十分香甜地睡着。 屋子中充斥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异香, 但其淡无比。 韩前辈, 少女…… 我给她扶了一颗还梦丹, 你们二人自己过去看看吧。 韩力白手打断了文思月的询问, 站起身来并离开了牧床。 文思月听韩力如此一说, 顿时宽心了大半, 口中连声称谢后, 这才和男子急忙走到了床边, 仔细检查少女的情况。 韩力则把玩着手中的光团, 缓缓地出了屋门, 走到了院罗之中。 守在门外的四名助击器修士, 一见韩力出来大吃一惊, 成皇成孔想过来见礼, 韩力随手一摆, 让他们自行其事, 然后自己几步走到了院子一脚, 看了看手中的那枚青色光球, 忽然间两手一搓, 顿时两手间金光大放, 同时雷鸣声传出。 青色光球只是闪了几闪, 就连同里面的黑丝被那团金光化为了一股青烟, 鸟鸟消散在了空中, 一股腥臭弥漫开来, 让人闻之欲偶。 韩力眉头一皱, 随即袍袖一扶, 一股进风凭空生出, 瞬间将腥臭之味吹散得无形。 他这才双手倒背仰望星空, 双目一眯面无表情, 似乎在思量着什么。 不知过了多久, 背后脚不升传来, 韩力也没有回头, 却是淡淡地直接开口。 虽然我已经将体内的毒性驱除得七七八八, 但你们最好还是寻找一下白鹿鱼妖的内单, 然后直接让它升服下去。 如此的话, 就算体内还有一些鱼毒, 也足可以清除干净了。 拖携前辈此番出售答案, 四月下辈子一定给前辈做牛做马, 以报前辈的答案。 下辈子? 你觉得我们修炼之人, 真有轮回来世之说吗? 前辈, 这话的意思是…… 算了, 我只是随口一说罢了, 我先给你们提醒一下, 虽然恋爱现在无事, 并且我在他体内输送了一道悬阴之力, 将浓淫之体的反噬也暂时压制了下去, 但也只是临时的而已, 若是以后不再继续修炼, 在一些丹药辅助下, 倒也可以活得和普通人一般长久, 不会有性命之用, 但若是继续修炼功法, 只要体内致阳之气稍易增强, 我种下的灵力, 就会失去平衡效果, 凡事也就会继续开始, 你可清楚。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消除龙鹰之体的影响吗? 还往前辈再次指点思悦一二, 凡辈实在不忍小女, 仅仅有百余年的寿缘呢。 方法倒不是没有, 但是恐怕你很难做到。 这一次, 韩丽并没有阻止文思悦的跪拜行礼, 而是平静异常。 我学校相当年, 我学校相当年 岳阳的追逐民, 我学校相当年, 我学校相当年, 我就学校相当年, 感谢观看